我想這個洪生和委員不管是實安或是兩岸關係 然後還有包含這次海巡的事件 通通都只在幫民進黨政府擦脂、抹粉跟護航 否則我所PO出的這個LINE對話是不是真的 管碧琳應該自己出面回答嘛 現在是一個真相未明的時候 如果有任何想說的事情想解釋的事情 管碧琳主委是不是都應該向全民來說呢 為什麼有話只能偷偷摸摸的跟民進黨的立委說 不敢站出來跟全民說 所以對於扣船也好對於驅離也好 兩個手段當然都是海巡執法的正常跟正當的手段 而這次做了什麼樣的選擇原因是什麼 這當然也是要由不管是海委會或是海巡署出面對全民說清楚 那怎麼會變成是說偷偷摸摸的 在LINE群組裡面跟特定的綠營的政治人物 拜託他們出來幫你擦脂抹粉呢 我所質疑的是這個 所以我再一次強調 管碧琳主委如果有任何話想要說的 想要解釋的都應該要站出來 公開跟全民說 而不是只是跟民進黨的立法委員說 所以我想洪生漢是 也扭曲了我的意思 不過我想他可能文章也看不太懂 所以也就放過他吧 但是洪生漢看不懂 不代表管碧琳看不懂 不代表民進黨政府看不懂 所以真的希望有任何需要對外溝通的事情 不要只跟民進黨講 要這些立法委員幫你擦脂抹粉 請站出來跟全民說明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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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止